当地时间10月7号美国举行了副总统辩论 辩论双方分别是特朗普和拜登的副手彭斯与哈里斯 和上个月总统辩论的激烈程度相比 今天的副总统辩论稍微有些中规中矩了 在上个月的总统辩论 特朗普不断在拜登发言的时候插嘴 导致了美国有史以来最混乱的总统辩论 与特朗普相比 彭斯显然吸取了教训 他换了一个策略 没有和哈里斯针锋相对 而是顾左右而言其他 不正面回答哈里斯的问题 居住后12报道 二人的辩论焦点是各项政策 哈里斯不断在医疗保险经济 气候变迁与外交政策等议题上发难 指出特朗普政府的过错 彭斯则一直在努力维护特朗普政府过去4年的政绩 辩论刚开始 哈里斯变火力十足 表示美国人民见证了这个国家史上最失败的政府 他炮轰特朗普在税务问题上不清不楚 哈里斯还谈到了特朗普主动挑起对华贸易摩擦 他说特朗普的算盘打错了 美国在贸易摩擦中流失的工作机会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很多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都在担心能否找到工作 还有很多人正在为下个月的房租发愁 哈里斯认为这些都是特朗普导致的失败 哈里斯在辩论最后强调 作为领导角色 美国需要对盟友守信 但是特朗普背叛了美国的盟友 因为他根本不懂什么叫诚实 面对这些指责 彭斯则顾左右而言他 称特朗普正在做其他美国总统都没有做过的事 据外媒分析 哈里斯和彭斯二人都希望借由这次总统大选 在各自的政党中占有重要的领导位置 二人也都被视为未来可能的总统候选人 目前拜登的民调支持率领先特朗普约12% 但是在一些重要的摇摆州 两人的差距其实并不大 所以几次辩论或许是争取摇摆选民的最好机会 不过尽管两位副总统候选人转变了辩论路线 但是整场辩论由于太中规中矩 竟然被一只苍蝇抢走了风头 据媒体报道 在辩论中有一只苍蝇闯入现场 并在彭斯头上停留了25秒左右 很快苍蝇这一话题便登上了北美人缩绑 有美国网友借此讽刺彭斯 只有苍蝇这一支持者 拜登的竞选团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注册了名为苍蝇愿意投票的网站 拜登还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他手持苍蝇拍的照片 并配文称 投5美元帮助这只竞损苍蝇 一场辩论的激烈交锋 就这样被各种关于苍蝇的调侃所掩盖 从某种程度上 这也是特朗普及其彭斯越来越不得民心的体现 不知道他们能否在最后的时间里扭转局面